大家好,我是Sherry,今天呢我带大家看一下我的宿舍 这个也是我来格拉斯哥以后第一次展示我的宿舍 然后,Let's go 首先呢,我这个宿舍是不带卫生间的 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所以,哎呀,床上有点乱,我就不展示了 所以呢,首先我的宿舍 我有一个小的水池 这个的话,天天那个洗脸,刷牙,各种事情都在这边完成 然后我们是共用一个卫生间和淋浴间 那个都是分开的,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呢,楼子底下就是我们的街区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宿中心的位置 所以这个窗子,它做了一个隔音的处理 就是有两层 中间那个隔音效果还是不错的 虽然说晚上外面可能有点吵 但是我们在房间里面完全听不到 也不能说完全听不到吧 就是说,对睡觉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只有一点点声音 然后呢,我们是有暖气的 因为苏格兰的天,我冬天肯定也是很冷的嘛 因为在英格兰的时候,当时冬天就很冷 这样呢,是一个小一对 虽然有点小,但是给男生用来说 完全是够的啦 对吧 给男生用是完全够的 然后呢,就是一个很冷的床 我们不要看这个床好了 大家不要在意 就是一个大部的床 因为当时想订Single的 这个床是蛮小的 但是一个人住 不K了 好,现在我们走到走廊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走廊 这是一个走廊 我们住了四个人在里面 这个就是一个小温身间 然后淋浴间在另外一头 然后有人在用,我就不去开了 这是一个客厅 其实客厅的地方好大的 然后各种电饭包 中国做东西的,豆浆机 什么东西都有,因有尽有 冰箱采电油烟机 因有尽有 烤炉 烤炉,微波炉,面包机 电饭包 蒸锅,水壶 蒸菜板,什么各种各样都有 然后我们有各种调料 各种调料 大家知道吗,我是厨身对不对 我现在锅里还在炖个东西呢 锅里面炖的猪肉 哇,准备 好,收拾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很牛逼的油烟机 很牛逼哦 怎么样,还不错吗 冰箱也是昨天清炭的 看看我们的存货 看我们的存货 哇 story 我的最爱 alrigh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这个小宿舍虽然 虽然比较简陋 但是有没有很 还是蛮舒服的感觉呢 而且关键是我们离市中心好近的 走路去市中心只要五分钟 嗯 反正走到最中心的地方十分钟不要 然后我们去正常的那个市中心大超市买东西 大概十分钟左右 五分钟的样子吧 五分钟的样子 然后我们对面还有小超市 然后下楼以后一圈圈饭店 所以这个是住在就是偏远地区同学非常羡慕的一点 就是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每天去市中心 然后待会今天我准备去那个 嗯 苹果店看一下新的iPhone7 虽然我不买 但是我想看一下 呃 然后就是买一些吃的东西 买一些 比如说消毒液啊什么的 回来 今天的安排就是这样 然后我上课的话 从这个礼拜四开始 才有课 其实这个礼拜已经开始上课了 但是我的课别安排是礼拜四礼拜五的课 然后下个礼拜是三四五 对 呃 这些记得我的任务比较轻 到了 呃 下下半年就是到了一月份以后 我任务会加重 呃 然后整个课程安排就会从 礼拜一到礼拜五 五天全都有课 但是 没事的 我是来学习的 好吗 我是认真学习的好同学 所以我不怕课多 就怕没有课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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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